教授我們轉回經濟話題 最近中國政府的經濟公佈了GDP的6% 都是歷年來最低的 你覺得GDP是否可以反映中國大陸真實的經濟情況 如果你看兩個方向 為什麼歷年來最低呢 只不過是1992年開始 我們中國才用GDP的真實數據 我們叫做中國人民生產總值 去看經濟的發展程度 也是量度我們產出有多大的 1992年到現在 所以是過去27年有紀錄以來最差的 如果有紀錄以來最差 我們當然擔心 但是你不會看一個個體的數字 你看看27年來的進展數字 這個27年來的進展數字 你說它如果有水份 它一向都有水份 就從有水份去看它 你看那個趨勢 趨勢就跌下來 根據他們自己國家在人民大學的那位教授 這個教授鼎鼎大名的 就是他私誠歐元之父 那個向蟲做 他自己說 從別的數據去看不合的 因為如果你的GDP增長是6% 例如他舉例用其他數據就是 GDP可以從另一個數據就是你的人民收入 而人民收入是分開三個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面都是分開 政府一塊 然後就是企業一塊 然後就是人民一塊 那這三個譬如政府的稅收又少了 企業的利潤又少了 人民的收入又少了 三個少了 不會的GDP有增長 所以他就很擔心了 他在去年都說過 雖然當時我們在增長6.5至6.9 但是他已經說這個數字有水份 因為從其他數據去分析 他覺得應該增長1.67 或者再用第三個方法來看 他擔心是負的 這個是2018年的數據 去到現在他說的這番說法 就是他引證去年的分析 如果從其他方向來看 這個數字不是應該增長 不過這樣 如果他是用一組數字 就是用 一向過去27年都是用這組數字 如果他沒有矛 你假設他沒有矛 都是一直用這些方法去 來到這裡就是大小去向下 那向下 究竟應該跌多少呢 或者增長減慢多少呢 這個我們另作一個調整 變成這個調整 就是被人看到這個trend 就是我們趨勢出來了 是令我們世界那些主要的國家 和中國做生意的國家擔心的 這也正正解釋了中國面臨的一個最大的風險 就是如果你是經濟下滑 而同一時間是CPI 就是CPI 由1點多2點多 現在去到3了 如果去到3 上網就繼續增長 CPI 3 一路向上就代表通貨膨脹 經濟一路增速向慢 即使產出越來越適合 即是不會增加的話 那你不是即使產出 就是好滑或者減速 或者我們叫衰退 而通貨就一定一路增加 我們就陷入了1970年代 即是列根年代 那時候要收拾那個通貨膨脹了 而這個通貨膨脹和經濟緩慢 或者衰退 就令到當時70年代 因為石油危機 1974年的石油危機 引申以來的通貨膨脹加 經濟減慢增速或者衰退 令到那時候的美國滯脹 會在中國重現 那要看呢 只有一樣東西 列根當時處理 就是一上台 70年代一選到總統之後 一計劃上台 就是把大膽地把所有的政府收縮開支 然後把政府的費用我們叫做收縮 然後小政府全部剪掉 小政府大市場 把市場交給人民 你看看我們中國對付的策略不行了 我們現在仍然是大政府 仍然是繼續引銀子出來 就不是收縮那個銀根 而是繼續用那些引銀子出來 繼續去救現在的經濟 那這一波就用了二、三十年了 由加入WTO之後的正常增長到 現在呢 過去十年呢 一有病就打針 就是用錢透過銀行系統放出來 放到現在我們還沒面對呢 怎樣處理這個滯脹 你根本沒有方法 因為處理陣仗呢 過去四十年 在美國最成功的方法呢 就是跟他們叫做供給出的結構改革 但是這個供給出的結構改革 都不是美國這樣的小政府大市場 現在我們反過來 大市場就是因為越來越變成國企 將那些民企 連香港的企業都是國企 越來越變成國企 那你就是世界實驗過了 你如果用國企去運作 用計劃經濟去運作 就是你在浪費資源而已 那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捱個短時間 但是我看不到前景 所以他們一定要刻苦 就是人家告訴你 只有一個成功的策略 就是小政府大市場 那你行不行 現在中美貿易談判呢 就是想告訴你 你開放的市場 讓我們美國帶點資金進來 然後讓你將那些國企 變成更多民企 和我這些美國的企業 在同一個市場裏面 大家一起競爭 那你自動就會收效的了 因為呢 將那些肥的那些減掉了 將那些不要的那些 永早的那些撤掉了 將那些沒有競爭力的那些公司 撿掉了 那你才能夠搞定現在的危機了 那你覺得現在香港經濟所面臨的問題 包括走資的情況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你根本 他由施政報告到現在派錢 派錢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剛剛講的 比如施政報告 他完全錯了自己的重點 你用不著去講財政司的樓房 這些是你那時候財政司說過的 不放鬆那些九成按揭的 去年你還問他 你還說他媽他 這些東西都很講的 類似是這樣的東西的意思 現在你又拿回那個藥鈔 抄別人的招拿出來 因為你要轉而視線 你要轉而視線 就是說所有的東西我要集中 那個主軸就是樓價引起的 那現在我搞定樓價 我就搞定你年輕人上樓的了 搞定你年輕人上樓 就可以太平盛世的了 當然不是了 現在年輕人 你的政府還站在一個低層次 如果你用一個 很多人 讀大學生都認識的 叫做Marslow List of Hierarchy 就是它五層的層次 你站在最基本的兩個層次 我經常叫這兩個最基本的層次 就是陳劍波的層次 陳劍波的層次就是我要食糊 我要叫做什麼 他說你不要來妨礙我 我要收成 他叫做收成期 然後他收成期就是 把那十層樓賣得更貴就最好了 就是他要將他的投資變成錢 而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錢而已 你現在有一億和有十億都是錢而已 你只是停留在溫飽 吃飽 然後喝醉的階段 然後人家最高人家的小孩 在讀書 已經在追求著 我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我需要你給我一個機會 自我去發展 我自我體驗 自我實現我的夢想和理想 人家就站在第四、第五層次了 你現在說的樓價又降下來 你這個政府又降下來 你們可以借多些錢 喂大哥你送給我嗎 你叫我借多些錢 不用還嗎 我每個都要做你樓路的 那你借多些 以前因為借不到九成 現在可以借九成 那你借不需要那麼多 你就可以買 那我接了你的貨 那那些貨在哪裡來呢 現在不是在地產一手市場 是在二手市場 那二手市場是否呢 就是說 哦 陳健波那些 你們投資了那些 那些貨要派出來 那沒有人接 現在就說 沒有人接你要減價 減很多價才有人接 因為要守其多 那現在你哄那些年輕人 他有錢賺到的那些 就要接回了 那就是我們要來接貨 然後讓陳健波出貨 那你就很過癮 那你這個是不是 這樣的目的呢 第二個目的就是 如果接了你二手市場 陳健波那些貨 那我們的地產發展商 那些一手貨 就不能像以前那樣的擠牙膏 那你又打擊那些地產商 就是令到地產商 在市場上不可以作主 因為以前二手要借得六成 那沒有手期就唯有買一手 一手你就慢慢整工它 那你就說 現在你不能說事了 地產佬 你不能因為這樣 人家可以選二手市場 二手市場有多少供應啊 有私樓啊 二手市場有130萬個供應 就是大大小小 那所以一出擊的話 那立刻可以令到 整個市場 那些地產公司就說 那你又打擊我 就是你一招兩 一戰雙雕 第一 就令到 哄一些人去買二手市場 去接了陳健波的貨 讓它可以收成 第二 你就說 地產佬你不能說事權了 因為二手市場輕旺了 那人家不買你都可以 人家可以借九成去買二手 那我說 那你都挺厲害的 原來你不是為香港人去解決 你這個是施政的 施政不只是解決經濟 買樓問題的 這個經濟買樓問題 應該由你發展局 再加上財政司那邊去做 如果不是做什麼 找發展局局長 在一個 organization chart 在一個編制裏 用under財政司 那就是說 這些是財政司的馬來的 那你是不是因為 你自己做過發展局局長 十年前做過發展局局長 你很厲害啊 那你就拿回你十年前 就是好像你以前 四十年前讀書很厲害 你就告訴別人很厲害 我就解決這個問題就行了 就等於你整個施政報告 那當然是不收貨了 你說這些東西 你在騙我們香港人 不同階層的人都被你騙 那你就以為 我可以根據憲法 我讀了幾分鐘 然後呢 你們不能去挑戰我 在法制度 我就在外面錄音 那我就交了差約 那我就可以出糧了 你出多少錢糧了 三十多萬糧 你想這樣的話 那我就是不肯了 我當然不會同意你 那我們唯有的責任是什麼呢 我把我們的看法 或者我錯的 但是錯都不要緊 我起碼把我自己認為的看法 我告訴大家 我們起碼 他不肯透明 我們透明 唯有我們想 我們想一下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原來是幫一些陳健波的人出火 所以陳健波死人都要撐他 而陳健波就是撐他的時候 好像我陳健波的人 他自己都說過的 他自己都問過的 自己都說過 我問過我附近那些人 那些全部收成旗的人 都覺得我對 對你出來直選 你陳健波出來直選 我就說你厲害 有些數據就說 8月份流出的資金是存款的 就是1.6% 但是陳健波就說9月份就好一點 意思就說現在流出的 走資的情況就不算嚴重的 現在所有事情只有他知道 因為我剛剛 昨天你告訴我這個數據 我再看回金工局 昨天晚上的報告還是八月份 如果八月份 你看到他的報告 我看那個字眼 他是港元存款流失 港元存款流失 就是用港幣去做的存款 的確是少了一千多億 但是在美元那個 他就增加了 即是說那些人把港元存款 轉為美元存款 而我看回M2 全香港用香港幣值去計算 那個M2 仍然站在十四萬五千億附近 即是沒有什麼流走 但是真正流走 根據Gulman Set的報告 是在9月份 9月份和10月初 我們上一集講過 這個數Gulman Set說有三百億 這三百億可能是調查回來的 它就不是官方的數字 你要聽陳穆波說話 港元存款 只不過是代表 所有存款的一半 而外幣存款 就是所有存款的另一半 如果他留走 是留來香港 還是留在香港的外幣存款 其實八月就看到這個 留在香港的外幣存款 然後到9月根據Gulman Set就說 留走了三百億美金 這樣 那就是錢就流走了 那流走出去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用美金去計算 所以Gulman Set就說 我們的報告分析看到 短期內面過去一個月 即9月有大約三百億的美金流走 所以他這樣說 他說去了新加坡 不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佔30億而已 30億美金 300億是總部離開香港 離開什麼 可能去加拿大 可能去英國 去美國 所以他見到這個趨勢 很多人真的不信 信心有危機 將香港的港元轉到美金 先 因為怕聯繫回律有問題 但是我們一如一往 經常呼籲給朋友 他說 你要做任何這些事情 你要安心一點 你就做 但是你問我 我就要客觀告訴你 我們外匯基金裏面 有四萬二千億 四萬二千億的外匯資產 即外匯基金的資產 而裏面大部分都是用美元 或者外匯計算 這些美元和外匯計算 加起來 如果換成美元 它就大約有四千七百億 這四千七百億 相對於我們的流通貨幣 是2.5倍 流動貨幣是2.5倍 我們是頂得順的 相對於我們 我們叫做 基礎貨幣是7倍 那就是說 你拿了你的香港的銀子 給我 我換了美金給你 我就有7倍 不過那些美金 我就不會這麼愚蠢 放在那裡一張張數 我就是用了去投資 投資 所以有外匯資產 外幣的資產 在我們的外匯基金裏面 它的投資可以買股票 可以買樓 可以去投資油田 那些 有些是長一些 有些是中一些 有些是短一些 但它一定 在正常體制底下 那裡我們是很 告訴全世界的人 你來解僱我 你只有輸 沒有贏 不過這樣 我們香港人是怕什麼呢 怕政治局勢混亂呢 而是怕有人打麻煩 他打麻煩就是這些 不能預計的了 如果某些人 是他打麻煩 就是在一個體制以外的人 叫體制以來 即是叫我們金工局 借著一些美金我用 那是怕這一下 即是體制壞一些 即是我們不掃控那方面 是的 我們控制不了 可能阿爺說 我等美金用 你可以借一些給我 這個是最怕的 所以我們要 立法局裡面現在 吵開 為什麼陳健波 要霸著那個財委會做呢 就是因為他要 他說我建制派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財委會 因為財委的主席 副主席 都是他的人 他才可以和政府那裡 涵接 可以有默契 所以我們在裡面的委員 就要一路去安排一些 常規的會議 要金管局要加強 和加多次數 譬如每個月 他要派人來解釋 現在我們那個流動狀況 我們外匯基金的流動狀況 這樣才能夠頻密地監察它 是的 其實你之前記得 當時採訪你的時候 就說反送中運動 一個星期之內 就走了很多 百億資金 一千二百億 是的 其實現在 反蒙面化推出之後 其實你們實戰 或者銀行界的經驗 其實走資有沒有嚴重了 現在的人開始不告訴你 他開始不告訴你 因為他開始不告訴你 即是說 他當時 一路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他害怕的時候 他就問 現在他問了之後 他就默默去做 默默去做 你根本不知道 到你唯一的方向 就是你要看著業界 就看著 像高曼、摩根、史丹尼 那些有錢人的戶口 他就可以看到 但是他那些 說一次、說兩次 他不會再說 因為你有人給他壓力 你說那麼多話 你又不可以收口 這樣 就是敏感一點 是的 譬如在我們 唯有看滯後的數字 就是看金管局的數字 但是我都告訴你 現在我們昨天看 都還是看到八月底的數字 現在只有聽他講的 聽財政司講 或者金管局的主席講 究竟最新的數字是怎樣 他每天都有數字 不過他沒有編制給你 所以我們要監察他 就要透過財委會的委員 因為你做不到主席 你也做不到副主席 那你給壓力主席和副主席 告訴他 我們要成立特別的監察小組 行不行啊 或者這個監察小組 是要在這段時間這樣做 之後穩定了之後 我們就解散 因為可能我們的選民 對你透過你做代議士 我選了你做立法局議員 我現在要關心 我要關心香港的儲備 會不會被人借了它 借了它用的 我想最好就天天看到 是吧 讓那些流動我們有所防備 現在我們說什麼 全香港人最主要一樣的就是 由我們上一代 爸爸那一代 到我們這一代 做了三四十年的事 然後呢 這四十年 我們建立了一個外匯儲備 4.2萬億港元 就是我們自己辛苦建立的 那我不康就誰幫我康啊 是不是 那你說 如果你是不康的 你派回給我們 一張4.2萬億 除以7 除以7.2萬人 7、8、20萬人 那派回給我們就不康了 是不是 因為都是我們20萬人 因為政府是我們組成的 那如果那些錢是我們的 我只不過說 我信得過你 你幫我去看著 整個香港的政務去做 如果我對 好像那些年輕人 現在不信你的政府 你的警察出來說 什麼都沒有人信你的 那是不是就是說 不如我們解散了政府 然後你的錢還給我們 平均還給我們 以前 誰找都好 李嘉誠找也好 我找也好 大家平均除 那就最公道了 然後我們才再投票 你沒有錢就沒得兇了 其實我們這次 特地在Youtube那裡做了一個預告 我們今天會採訪你 都有幾個網友問了一些問題 我選了兩個 第一個就說 想請問教授 可否預測這個運動 是否會成功 這個運動成不成功 其實你是把一隻熊人捉到一個 用來裝一些小鳥的籠裡面 但是有沒有可能呢 沒有可能我都要做 因為這個 我們年輕人 要去追求的一件事 是他自己 現在什麼叫公義 什麼叫做呢 我們的自由 那不會因為沒有可能 我就不做 但是 我可以將這隻熊人 即是熊人說 我捉不到你進來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小鳥裡面 但是你都可以不吃我 因為看到我的年輕人這麼可愛 然後你可以 好啊 那你可以給那個龍 你慢慢做大它 是不是 那我就可以有28年去做 這28年做了那個龍之後 我不是可以要是你改 要是你就混進來 就是混了你這隻熊人進來之後 我們香港呢 28年之後 可能就好像鄧小平那樣 再呢 推多 第二天不用說 不變與不變的了 或者呢 要不需要逐多五十年了 因為這個好像鄧小平說 到時候我們中國應該發展到 比較 更有智慧 更可以呢 是用我們的法治制度 去推行那個政制 或者是這樣呢 所以我們年輕人呢 要長命 要抗爭 而這個抗爭長命呢 就是我們要 令到自己呢 有命再運作下去 還有呢 有命在香港再生活下去 我們不應該用體力 不應該用頭 那個身體被它拘落 我們應該呢 用我們的選票 我們要部署呢 就是未來呢 這四五個星期呢 是在加強在地方工作 去宣揚一下我們呢 那個抗爭的成果 是為什麽呢 我們不是為私人的 而是為香港人的未來 我們有自由和民主 還有一個法治的體制 這個才是我覺得會贏 就是在這方面 教授 另外一個問題想問建制方面 他們說如果外商隨時會撤資 那香港是否會變成一個大陸的普通城市呢 你不用擔心 因為香港是一個環球國際金融中心 之所以能夠作為環球國際金融中心 除了外商 我們的中央 北京都有持份者 還有最大的持份者 大家都想這裡變成環球金融中心 方便一些錢 貨物 流通 而最主要一件事 尤其是金融中心 就是你諮詢要自由 每個人聽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是第一時間你和我一起看到的 這個就是自由諮詢 也是自由裏面最大的重要點 這個是來自自由的沒有黨禁 沒有報禁 沒有言論自由的禁止 這個是最重要的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繼續延續 我們common law 的法治精神 如果在內地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 香港是會走這件事 又怎麼可以當我們香港是一個內地呢 如果你說外資為什麼會來香港呢 外資來香港只是在這裡賺錢而已 而賺錢最基本就是這個制度 我們剛剛說的制度 如果你看得到對方外資 如果能夠繼續賺錢 就是因為北京也會看到 香港一定要保持現在的現狀 或者比現在的現狀更好 比現狀更好 就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爭取 就是你要秉承你 在《中英聯絡聲明》和《基本法》所答應的東西 就是給我們雙普選 如果你走到這件事 外資就不會撤離 如果外資撤離的原因就是 到它一撤離的時候 即是代表美國佬 就要拿民主人權法出來 去嚴厲審查 香港是不是還是他們認為 進出自由的港口 如果到時候 你不用想的了 因為一步一步 你就會看到整個經濟崩潰 你不要當是內地的一個城市 完全是不會有今天內地城市的一個步伐 因為為什麼 內地有他們自己的制度 其實他們好像上海、深圳、廣州 他們那些國內人在那裡住 他們很安穩的 但是如果香港不是現在的現狀 我們一定很亂 一定不適宜我們香港人 現狀的香港人在那裡居住 我們這次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教授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